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代表着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达到那个高峰 但在进一步究竟是什么因素最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呢 有些人会说教育是最大的改变因素 毕竟知识就是力量 学到的都是宝 另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有句古话说 进诸者赤 进墨者黑 还有人认为个人的决心和努力才是关键 只要你有梦想 有决心就一定能成功 但你知道吗 其实这三个因素都有其价值 没有哪一个是绝对的 也没有哪一个是可以被忽略的 教育确实可以为我们开启新的大门 让我们看到更大的世界 但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学校 不去实践 那么学到的知识又有什么用呢 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如果我们身处于一个消极的环境 可能会被其影响变得消极 但如果我们身处于一个积极的环境 我们可能会受到正面的激励 变得更加有动力 而对于个人的决心和努力 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 因为即使你有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环境 如果你没有决心和努力 那么一切都是徒劳的 所以当我们在谈论命运的时候 不要忘了这三个因素 它们都是重要的 都是可以影响我们命运的 命运不是早已注定的 它是由我们自己创造的 每一次的选择 每一次的努力 都是在塑造我们的命运 所以不要害怕 不要逃避 面对命运 我们要有勇气 有决心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 命运不是一个终点 而是一个过程 它是由无数的选择 无数的努力所组成的 所以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努力 你就可以 这就是命运的真谛 人的命 天注定 这四个字 拥有着无穷的魔力 让无数人对未来感到迷茫 甚至产生了无奈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有一位叫做阿明的男子 从小生活在一个相信命的家庭里 他的父母常常说 阿明 这就是你的命 别想太多了 于是 阿明从小就认为 自己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 当他想尝试新事物时 他会打消自己的念头 认为那不是他的命 但是 当阿明遇到了一位叫做小红的女子时 一切都改变了 小红是一位非常积极 乐观的女子 他告诉阿明 命不是天注定的 他是由你自己的选择 所决定的 阿明听了后 感到很惊讶 他开始思考 自己是否真的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于是 他开始努力学习 尝试了很多新的事物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 自己真的可以做到很多 以前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这就是阿明的故事 一个从小相信命的男子 因为遇到了一位不同的人 开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那么 回到我们的主题 人的命 天注定 这真的是真的吗 我认为 这其实是一种消极的思考方式 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种说法 那么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无奈 甚至放弃努力 但是我们真的应该这样吗 我认为 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只要我们愿意努力 愿意去尝试 我们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就像阿明的故事一样 当他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时 他的命运也开始改变了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命不是天注定的 它是由我们自己的选择所决定的 当你遇到困难时 不要认为那是你的命 要相信 只要你努力 你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你遇到挫折时 不要放弃 因为你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只要你愿意去尝试 这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 命运不是早已注定的 它是由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自己的努力所决定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一起相信自己 一起努力 一起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当我们谈到命运时 每个人的心中 都会浮现出一些疑惑和挣扎 我的命运是注定的吗 我真的能够改变我的命运吗 而命理学中 有一句古老的说法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级功德五读书 六名七相八境神 九交贵人十养生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的命运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而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先天命理 那么什么是先天命理 先天命理就是我们出生时所带来的命格 这是由天定的 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但是虽然先天命理是不能改变的 我们的后天运势 却是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的 那么如何改善自己的运势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 运势并不是单一的 它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 而这些因素 我们都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 比如风水 风水其实就是一种环境学 透过改善我们的居住和工作环境 我们可以改善自己的运势 再来是积功德 做善事可以为我们积累好运 当我们真心为他人做好事时 我们的运势也会因此而上升 当我们通过学习 不断地充实自己 我们的智慧和见识都会增加 这也会对我们的运势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名字相貌 结交贵人 养生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 来改善的因素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不要只是抱怨自己的命不好 而是要积极地去寻找方法 去改善自己的运势 因为命运并不是注定的 它是由我们自己的努力所决定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有我们愿意去努力 去寻找那些可以帮助我们的方法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不要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无奈和迷茫 而是要积极地去改善自己的运势 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因为只有当我们真心地去努力 去尝试 去挑战 我们才能真正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在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 有个小孩坐在他的破旧小屋前 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片星空 梦想着有一天能飞向那遥远的星球 去探索那未知的世界 但当他将这个梦想告诉别人时 人们都嘲笑他 说他是一个白日做梦的傻瓜 可是 这个小孩并没有放弃他的梦想 他开始努力地读书 学习 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终于考上了一所好的大学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科学家 他的研究成果不但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更重要的是 他实现了自己飞向星空的梦想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他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不管你出生在何方 或者身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只要你愿意学习 愿意付出努力 知识都会给你带来改变 而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更重要的是 它会改变你的心灵 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更加自信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知识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知识会给你带来真实的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让你超越自己 去追求更高的目标 当你掌握了知识 你会发现 原来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 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 知识就像一把金钥匙 它可以打开那扇通往成功的大门 让你走向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所以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在哪里 都不要忽视知识的力量 不要因为某些困难和挑战 而选择放弃学习 因为只有通过学习 你才能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 才能真正的实现自己的梦想 知识不仅仅是一堆冷冰冰的数据和事实 它更是一种力量 一种可以改变命运的力量 所以让我们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不要因为某些短暂的困难 而选择放弃 因为只有当我们真心的去学习 去探索 去努力 我们才能真正的改变自己的命运 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有一天 我走在街上 看到一位中年妇女 在路边帮助一位摔倒的老人 这位妇女没有顾及自己的衣物 立刻趴下去查看老人的情况 周围的人们都停下来围观 但没有人上前帮忙 我感到有些惊讶 因为这位妇女看起来并不富裕 但她还是选择了伸出援手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心态 行为改变命运 我相信这位妇女的心态和她的行为 会给她带来好运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因为当一个人选择做善事 她的心境会受到影响 她的命运也会跟着改变 我经常告诉我的朋友 如果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那就从调整自己的心态开始 不要让负面的情绪 影响你的判断和行为 当你面对困难时 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这样你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此外 做善事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当你帮助别人时 你会感到快乐 这种快乐是金钱买不到的 而这种快乐会带给你正能量 帮助你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我知道 对于有些人来说 改变心态并不容易 但你可以从小事做起 比如说 当你看到路边有人需要帮助时 不要犹豫 立刻上前去帮忙 这样 你不仅仅是帮助了别人 更重要的是 你也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当你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你会发现 你的命运也会跟着改变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只要你愿意尝试 愿意付出努力 你一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 所以 我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够记住今天的话题 心态 行为改变命运 希望你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 积极去做善事 相信自己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 最后 我想说的是 命运其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 只要我们愿意去努力 去尝试 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